女人有没有偷人,看了这三个地方就迟到 无论谈恋爱还是娶妻,其实都很矛盾 矛盾来自于,长得不好看,不想娶 长得太漂亮,不放心 很多男人都对自己的老婆没什么安全感,很正常 这个社会总是有人婚外情 那么如何判定女人是否偷人呢 一,看她的举止 女人结婚后大多都是为了家庭 经常窝居在家,所以肯定不会化妆太过 顶多是淡妆,让老公看着赏心,让自己悦目 但是如果结婚的女人开始出门 也是每天挑选衣服,好像约会那般 而且化妆从半个小时增加到一个钟头 那这就有了古怪,因为要么是去见大客户 要么就是见中央的人 但是谁家客户和中央的人天天见 二,她的手机 承不承认都是这样 无论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 女人总是喜欢拿着男人的手机在那里看来看去 嘴上说着没事 其实就是看你和其他女人有没有联系 就算是你老妈也会吃上那么一会儿醋 但是男人看女人手机,那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男人有没有时间 但是男人看女人手机,那是不可能的 先不说男人有没有时间 就是想看,人家也不给,总有借口 但是结婚后一个女人总是抱着手机不让你看 那就是有问题 而且让你看也是先删除一些的话 那更是有问题 三,看她的脸,闻她身上的味道 男人亲热过后留下女人的气味 同样,女人亲热过后也会有男人的余温 女人的脸和脖子一定会有稍微的印记 只要你留心 断定她是否偷情 就是闻她身上是否有别人的气味 当然得看气味重不重 当女人偷了情 那就证明心已经不在这个家 所以只要一有发现 你就做好其他准备 千万别犹豫 心软会毁了自己 终究毁了家庭